這起詭異的打幽靈事件 發生在WBF非洲全擊輕量級冠軍賽 進入第十回合賽事時 被看好的未來拳王24歲的西米索 連回多拳把對手吸服吸勒逼出擂台外 但是就在對手回到擂台重新站定位置時 西米索突然神情恍呼 轉身走向擂台另一頭 接下來奇怪的事發生了 西米索竟然對著空慶狂揮拳 似乎在對戰看不見的敵人 裁判立刻發現情況不對 立刻抱住全身貪軟的西米索 並宣布終止比賽 西米索立刻被送醫 當晚就陷入昏迷 他在擂台的失魂狀態引發網民正義 不過世界醫學協會 早在2020年的一份聲明中就表示 拳擊與其他運動在本質上不同 因為會對選手造成重度傷害 應該被禁止